后来股市涨到了5178点,要买套房吗?现在8000平米了,万一涨破万了呢?现在房价两万了,我们常说要顺势而为,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 很多大趋势普通百姓是看不透的,由于信息的绝对不对称性,想要分析趋势或者逆势而为,绝大部分时候,就都是塘壁倒车,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。 汽车也是这样,早两年间,当大排量面临重税,当法规开始吸制油耗,很多车气便开始波轮化,6.2L变4.0吨,6.0L变3.0吨。 那时候很多消费者,还喊着大排泽西不死,V8才是王道等等的,但如今,一台2.5升的五缸机,已经可以算作大排量机头了。 当然,时下争议的热点,还是在三缸机上面,因为越来越多的车企,开始投身于三缸机的大潮州,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,开始不买厂家的账。 凭什么要三缸?你换回四缸我就买。如果你还在等,等三缸被证明是错的,四缸才是王道的话,不妨看看这个,能逼刚到双根工作的新车们要上市了。 是的,就两个缸。凯迪拉克XT44缸变两缸。作为凯迪拉克全新打造的一款车型,也是最可能第一款实现国差的凯迪拉克车型。 XT4搭车型的全新2.0吨发动机,配备了逼刚技术,能实现二号和三号缸的关闭,以一号缸和四号缸完成双缸运行。 进一步降低油耗。 那么,凯迪拉克XT4,是如何实现逼刚的呢? 首先,凯迪拉克XT4的发动机,采用了可变气门生成系统,可以通过切换图轮轴上两组高度不同的图轮,来实现改变气门的生成。 在低负荷时使用较小的气门生成,限制进气量,从而可以减少喷油量提升燃油精气性,而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时,可使用较大的气门生成,进而增加进气量。 改善发动机的动力输出,因此,可以让发动机在高速区和低速区,都得到良好响应,用了可变气门生成。 那么逼刚又是如何做到的? 这主要还是依赖我们前面说的可变气门生成系统。 为了实现逼刚功能,XT4发动机的图轮中,在此基础上,又加入了一个没有生成的图轮,二三缸,打造出了独有的三段式滑动图轮。 在巡航工况下,只需要将大约角度突轮更换成没有生成的突轮,即可将二三缸的气门关闭,从而达到一缸的目的。 在关闭二三缸以后,这台发动机的油耗,可以减少20%左右。 福特三缸变两缸,虽说国内嘉年华这款车型是挺瘦了,但这并不妨碍这款车,继续在海外市场的放异彩。 而海外的全新嘉年华便搭载了1.0吨三缸发动机,不过不同于在国内能看见的这些1.0吨三缸机,在低负荷工况下,福特这台1.0吨三缸发动机会关闭一个气缸,实现两缸做工。 变成一个0.66L的双缸发动机,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,这是提供低负荷技术的三缸发动机。 而从福特官方得到的消息,未来福特还会使用1.5吨三缸发动机来代替目前蒙迪欧和义武所搭载的1.5吨四缸发动机。 而这款1.5吨三缸发动机同样拥有低缸技术,为了实现低缸的无缸切换, 给司机与乘客一个更舒适的驾乘环境。 福特专门重新开发了一整套机械机构,包括了传动轴、悬架称套、双质量飞轮和震动缓冲离合气盘等。 甚至对正式链条和气门摇底也进行了改进,实现了转化过程的快速高效。 从数据上来看,从三缸切换成两缸,只需要14毫秒的时间,而这比我们眨眼还要快20倍。 所以从驾驶员的体验来说,基本是没有任何变化,虽然感受没变,但从机械角度来说,减少了更多的摩擦做工和额外的无用往复利举,也就减少了油耗,提高了燃油经济性。 可能这就是现实,随着排放法规的越来越严,对于传统内燃机来说,既要马儿跑得快,既要马儿少吃草,也许只能通过碧钢减少排量,最终实现节能环保,这是大事左需。 其次,在新能源发展道路上,如果既不想踏载大排量发动机,又不能克服续航的瓶颈,那么小排量发动机,比如双钢发动机的大概,也是不错的选择之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